哪一個 說 焦哥的媽媽 焦哥很客氣啦 他一直一直接著一直跟我講 然後他很緊張 然後當然他也覺得抱歉這樣 我就跟他說不會 因為這就是他也只能說 就是記者們眼睛真的太尖了 已經那麼糊了 你們真的都是名偵探欸 我的媽呀 那焦哥很細心啊 因為在現場的時候 其實當然我們也有合照啊 拍照 然後焦哥都會特別把我的照片 我們的照片另外傳給我這樣 然後也有跟現場的賓客介紹他啊 但是也說那就是請保護他這樣 所以我覺得焦哥一個主人喔 然後這樣子的對待賓客 我已經很感謝了 然後他就說 所以記者都沒有問他說 小燕姐送什麼禮物啊 耿如送他什麼 都沒有人問 都在問你 我說對不起 那換我 我跟你道歉 所以呢 我就來幫他講一下好了 耿如送他一個那個他的貼圖 LINE貼圖 有夠可愛嗎 我們就馬上的那種 對對對 然後而且是做就公益嘛 就是你如果去購買他的金額是做公益 所以 我們就立刻燒買貼圖 小燕姐送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配置問題 那如果他真的 其實他如果很想要紅的話 那也是可以請他 看要不要簽來認真給他 那我就當一個抽大概七成 就比照那個叫什麼 新人 練習生 把他弄練習生 在簽合約 Mina這兩個時候會去看完他沒演唱會嗎 會 會看幾場嗎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因為也是在宣傳 但是我就老早就跟公司卡時間 我說不管怎麼樣 他沒演唱會這段期間 我一定要去看他的演唱會 那男友會一起去看演唱會嗎 哈哈哈哈 不會吧 還是會跟姐妹一起去 嗯 沒辦法 我們時間湊不起來 但就不管我一定要看他 重點是我一定要看他 因為他是我的張會妹 最近真的很忙 我就只有 辦法在網路上先做功課 然後就看一看 就看啊 就這個很適合 很適合那個附贈 結果我就發現現在 因為好像因為疫情吧 就是很多什麼東西 都航運還是海運 就是都沒有現貨 只能訂 所以我後來 但我還是去訂 訂了之後呢 我就只好寫一張卡片 然後把我要送的精品呢 用那個派力的輸出 然後貼在卡片上 我說這是禮物 但他還在海上飄 哈哈哈哈 但就是 就是代表我的心意啦 因為想說 還是要送一個我覺得 適合他 然後又能代表我的心意 然後又不會造成他的負擔 因為如果他不會用到 那東西就變負擔 對啊 所以蠻特別 我第一次 我想他應該也是第一次收到禮物 是以卡片的心事 欸啊 我說你跟男友參加聚會都要卡丘了 嘴巴很大啊 陳家花的嘴巴很大 你們不要再問他了 他宣傳完了 到底 你上次活到他之前就沒事 他到底宣傳完了沒 宣傳到幾時啊 蛤 野夏天 夠了吧 蛤 陳家花不要再宣傳了 呵呵 假的 衣傳 雖然不是盜晃 我好說 tar可是陸武 你要什麼事 所以說 兩人來說